马来回教社群的两项主要建设工程暂时搁置 原因是当局要把有限的资金用来援助弱势群体 以及提升处理回教事务的能力 受影响的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丹宾尼北建设的回教堂 另一个是栽培新一代宗教教师的本地第一所回教学院 在2022年马来回教事务评估活动上 主管回教事务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部第二部长马善高表示 除了用新加坡回教捐赠基金的投资回报来支持宗教机构和社群项目 要资助未来的发展 回教社群也必须创造新的收入来源 我们不能从公司的收入来源 我们不能从海外的钱 甚至是他们的责任 我们不想要 因为 religion 必须要由他们的资源 而唯一的方式是由我们自己来自身 马善高也在活动上赞扬回教社群对协助弱势个人和家庭所做的努力 他指出马来囚犯两年内重犯率从2015年的33.5%减少到2019年的26%下降超过7个百分点 这都是新加坡监狱署和内政部共同努力的结果 当局也连同保健促进局 在去年推出一项实验性的健康计划 鼓励回教社群过更健康的生活 距离出龙减少 感谢观看